各位五岁班U宝贝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来到星期二我们学数学的时间 同样的,小朋友先准备好我们的课本和作业 首先我们打开课本19页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应用题 好,把答案写出来 应用题,来你们来看这个 这里有几只小鸡 所以你们要数一数有几只小鸡 一,二,三,四,五,六 把这个六写下来 好,所以这里总共有六只小鸡 好,这个是教你们怎么去排执事 要学直视了 然后,在一只小鸡上打叉 你有看到吗? 好,为什么要打叉呢? 因为我们要学减法 学减法,打叉 好,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学的减法吗? 我们可以用这个删除法 或者用数目线的,对吗? 好,所以你们来看 本来有六只小鸡 打叉一只就要减掉一只 然后六减一 它的直视 六写在上面 一写在下面 好,要排对齐的 所以六减一 剩下几只小鸡? 一,二,三,四,五 或者是你们可以拿六只手指出来 然后六只减掉一只 剩下五 可以写五吗? 五也是要对齐的 对齐写在一的下面 好,来,第二题 这里有几朵花 你们去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 所以这个八要写在中间 好,八 在两朵花上打叉 所以要剪掉二 它叫你们打叉 要剪掉二 所以你们可以看 八剪掉二 剩下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剪掉二 剪掉二 还剩 这里还剩下几朵花 我们才数 所以是剩下六朵 所以你们有看到吗? 要照排直直的 八减二等于六 好,来,第三题 这里有几条虫 有几条虫 你们去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 所以九要写在中间有九条虫 在四条虫 在四条虫上打叉 所以我们要剪掉四 一,二,三,四 我们要剪掉四 四要写在九的下面 这里还剩下几条虫 所以我们算一算 没有打叉的 还剩下几条 一,二,三,四,五 所以这里答案是五 要写在四的下面 要确定 要确保你的号码 都是直直照排下来的 好,对齐的 所以这个叫做直式 九减四等于五 跟着老师读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课本的最后一题 这里有几块蛋糕 旁边我们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这边写十 十 十怎样写 一个一 一个零 对吗 这是各位 这个是十位 在五块蛋糕上打叉 所以我们要打叉五个蛋糕 要剪掉五 二 三 四 五 对吗 好 要剪掉五个 这个五要写在零的下面 为什么 五要写在零的下面 因为它是各位 各位 好 这里还剩下几块蛋糕 还剩下几块 不可以再算割掉的 算剩下的 一,二,三,四,五 所以答案是五 还剩下五块蛋糕 来跟着老师读 写出来 好 它要你们 在一个苹果上打叉 它要你们在一个苹果上打叉 这里帮你点点点了 所以你照着点点点来画一个叉 打叉也就是减哦 减 所以这里它没有叫你做执事 它只是要你回答 现在还剩下几个苹果 所以你只要算还剩下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还剩下六个 好 这边呢 老师要你们多做一样事情 就是客本没有 作业没有叫你们做的 老师要叫你们多做的 我要你们写出横式的算法 这里本来有几个苹果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这边你们要写七 减一打叉一个 等于六 我要你们多做一个这样子的算式 好 这里还要你们在四只乌龟上打叉 也就是减四个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还剩下几只 一,二,三,四,五,六 还剩下六只乌龟 也是写上六 这里老师要你们做什么 做这个横式的减法 这边总共有几只算 有吗 有算到吗 有几只 十只 总共有十只 我们打叉几只 四只 所以还剩下六只 十减四 等于六 可以吗 好 第三题 他要我们在三个盘子上打叉三个 一 二 你们要打叉哪一个都可以 打叉三个 然后他问你 现在还剩下几个盘子 所以你要算还剩下几个了 一 二 三 四 五 所以还剩下五个 这边写五 这里要写什么还记得吗 要写横式的减法的横式 横式减法 总共有几个盘 八个 有没有算出来八个 他要你减掉几个呢 要打叉几个 三个 所以还剩下五个 八减三等于五 好 来到最后一题 在两只蜜蜂上打叉 你要打叉两只蜜蜂 对吗 好 这题我要你们自己试看看自己做哦 好 只有一题给你们自己做 你们要试看看哦 老师已经教了很多题了 还剩下几只你自己算 然后这里要写上横式 总共有几只减掉两只 剩下几只等于多少 所以这一题你要自己做 然后日期要写上日期哦 同学们 几时做的就写上那天的日期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拜拜